各位香港Singer Channel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星級訪問 我們主持Andy 我今天Andy非常之開心 因為我們請到一位美女 但也非常有實力 有誠意的歌手 Suki 實名你上來接受我訪問 Andy好 大家好 Hello Suki 你好 我終於見到你真人了 我太醜了 大家會覺得Suki 美女一名 美女歌手 但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Suki 除了吸吻之外 她是很用心去唱她的歌 而且很用心去製作她的唱片 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Andy 都好像大家一樣 很喜歡去賣唱片 去年我在唱片店 聽到Suki 第一支唱片就是這支 Ting Teng Suki 我很喜歡 我想回頭買 誰知不賣斷士 我足足等了一個星期 才有這支香港版的Ting Teng Suki 我聽聞這支唱片 其實銷量很好 是的 其實我很記得當時 我們的目標是 如果可以買到三千隻 我們就已經很滿足很開心 雖然三千隻都未能夠回本 但是我們最初的目標就是希望這樣 但是當我們一知道 一個星期 沒有了 沒有貨 之後我們就慢慢去補貨 其實整件事都對我來說 我都很夢幻 而且真的很感恩 很感謝大家 這麼支持我們的唱片 因為我們自知獨立音樂人 要走一些以前從未走過的路 去重新去學習很多東西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非常之好 為什麼我說這支唱片很有誠意呢 因為其實除了裏面有一些 我們叫做翻唱人家的歌之外 其實這支唱片有出過不同的格式 不同的版本 亦都出過黑膠碟 黑膠碟 對 而且它很好的 香港版本 它會將其中五首歌 一個純演奏的音樂 加進去 令到整支唱片 真的好像一個特輯 是的 擁有它 有這麼漂亮的相片 擁有它其實是很開心的 是的 但是呢 去年才見到這支唱片 但是我知道其實Suki呢 你在樂壇裡也奮讀了很多年 不如說一下你怎樣加入樂壇 其實當初我是因為做沒有特異 哦 其理 那遇到我當 即是現在的經理人 嗯 那她就說 不如你幫我的美容生意 那裡就做一些美容院的產品的代言人 那她就簽了我 當時代言人那一刻 那她就問一下 你有沒有興趣想做藝術啊 那我們將會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發展的空間 那當時老闆又不是很好的 那她就說 那我就給一些 因為底薪這件事 其實在當時我們那個年份 即是2006年 2006年 其實是很少公司 即是娛樂公司 音樂公司 不會有這件事 給新人的 嗯 通常可能就算有呢 那個錢都是需要 在懸弱之後去交還那個 即是好像一個欠身 是 自己的一個投資 那當時也有其他唱片公司 都想跟我談的 即是有Casting Casting員都覺得很有興趣想的 那但是因為基於我自己 就覺得 以我家庭上 我都需要有一個負擔 我需要養家 那我就選擇了 Casting1這間公司 嗯 當時就是因為這樣入行 但是當時都未說會出唱片的 是嗎 是因為那個時候老闆 未知道我真的會唱歌 我亦都沒有告訴她 而是我很想在一個很自然的情況下 她發現到 嗯 那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是的 還有我知道其實你都輾轉出過一些不同的歌曲 嗯 是嗎 都出過EP 是啊 當時我就跟另外兩位女生 就做了一個組合 嗯 那就是跳唱組合來的 是 那 所有東西都很大膽 是 是 我們都出了兩隻EP 當時 是 但是隨著 我們大家各自都有一個合約上面的要完結了 那老闆就只留下我一個 OK 那就把我們分開了 是挺殘忍的 那 當時有很多東西都是公司去給我一個形象 嗯 很多東西都是要很依賴公司 甚至乎我覺得是我自己太聽話了 嗯 就是所有的公司要我做什麼 那我就隨著公司的方向去做 嗯 那很多東西都不太懂得自己去衡量和去思考 嗯 因為那時候是 我記得那時候十九歲我已經入了行 嗯 那很多東西就是覺得 啊 有機會 機會來到 我又很喜歡唱歌 那公司又叫我給我去做一個主音的位置 嗯 那我就馬上反應了 是 那 那隨著慢慢自己大過了公司 也都解散了 那個組合之後 那 那我都曾經出過一張EP 是 個人的EP 是的 但是各方向我自己個人 就是現在想起 我都覺得是比較模糊 是 是 比較模糊一些 因為 很雜亂無章的 我覺得 那個音樂路向上 嗯 那 出完了 那 反應大家就一般的 是 我記得那時候 糟了 開始沒事做 是 那 公司就是 只是給一些 我也很感謝公司的 因為那時候公司都有給我一些 機會我去唱內地一些電影 嗯 香港的一些電影 我聽過一首《King城》 是的 你那時候還沒認識你 但我覺得挺好聽的 謝謝 謝謝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還沒很知道自己想怎樣 是 是 但是我就知道 我不是很想再走回以前的一個路向 因為我覺得 是的 當時雖然自己真的喜歡唱歌 但是基於自己的感覺 長期去壓抑了自己真實的性格 嗯 令到自己很 寂寞的 有時候真的會 嗯 那 慢慢就知道自己想怎樣 就是知道自己原來 我自己只不過很喜歡唱歌 做回自己 開開心心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在那段時間 剛巧我就 雖然自己是 覺得要這樣做而已 但是公司未必會覺得 我這件事可以成為你的收定點 是 那 大家說 其實歌手藝人是很被動 這件事是真的 嗯 那當時沒有什麼做 唯有就是回內地去做一些工作 是 就是唱一些夜場的show 是 去壯自己膽 是 因為當時自己沒有什麼自信心 嗯 也都很大的掙扎 究竟還想不想在這個行業上面發 嗯 那 隨著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這樣過 我記得我剩下了大概有三四年 是 都自己要奮鬥 嗯 三四年 那只是不停都是在內地賺錢 是 還有我覺得很難得就是 那個時候都是相對的叫低潮期 嗯 但你都仍然是堅持在唱歌方面 因為當時我自己覺得 啊 只要我肯努力 嗯 公司一定看到的 哈哈 這些就是傻豬 這些都是 我覺得 你自己是傻豬 是啊 其實是一個堅持的 是一個堅持 但是各方向和用力的情況 用錯了 是 那我直接就認識到 現在我的另一半 是 都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是嗎 好像是兩三年前的事 是啊 兩三年前就遇到我另一半 慢慢他就發現了 我聲音他很欣賞 是 那他就介紹了給他的朋友 就是現在我的唱片監製 何君元 OK 那他就說 不如你幫我去唱一些demo歌 是 就是給了這個機會 嗯 那當時我都覺得 哎呀 行不行呢 好吧 硬著頭皮 都試一下 因為其實當時我是真的 人生上 就是 以我 就是現在 的回憶就是 最低潮 是 甚至乎那一段時間 我是打算放棄 嗯 不唱歌了 嗯 算了 人都有上一段時間了 嗯 就是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是 但是剛好就遇到 我另一半 嗯 和何君元 就成為了你音樂人生 又或者是你 甚至整個人生的一個轉捏點 轉捏點 但是呢 剛才我們在短短幾分鐘 聽到Suki說 她入行經過 嗯 奮鬥的經過 我自己覺得呢 嗯 很感動 還有我覺得真的 其實真的不要看Suki是一個美女 其實她真的是一個 是有 志向 是很想在音樂界有作為的一位歌手 那說到這裡 Andy要先賣一下關子 因為我聽了很多Suki的奮鬥故事 但是都完全沒有聽你的音樂理想 而且你的新碟裡面有什麼特色 我們留下集的吧 好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和 reached down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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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見 是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你自己說 好 你 我們下集再見 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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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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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